伟大的政治家 杰出的思想家 出色的艺术家 每个人都有鲜明的特点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经历 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行动的楷模 读名人故事历远大志向 今天我们介绍的名人是 大雨至洪水定九州的贤胜帝王 大雨至洪水定九州 大雨至洪水定九州的贤胜帝王 雨是中华文明始祖 皇帝的玄孙 上古贤帝 专须的孙子 他的父亲 名字叫滚 雨是下朝的第一位天子 因此后人 也称他为下雨 也称他为下雨 大雨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 与摇 顺 其名的圣贤帝王 他最卓著的功绩 是治理洪水 第二大功绩是 画定中国版图为九州 后人称他为大雨 雨死后 安葬于快鸡山上 那里现在 还有雨庙 雨灵 雨祠 从秦始皇开始 历代帝王 大都来雨林祭祀他 据说 滚结婚后 很久都没有孩子 滚和他的妻子 女西都很纳闷 一天的傍晚 女西去河边打水 望着河里流水 和满天的霞光 心中十分的喜悦 她与同伴心性玩耍 玩耍中 她食到了一枚野果 这枚野果外形艳丽 女西十分喜爱 便将它含在了嘴里 没想到 这枚野果子 竟然像鹅卵石一样光滑 女西一不小心 就将它咽入腹中 就这样 女西有了身孕 人们都说怀胎十月 可是女西怀孕 已经有十四个月了 但是孩子 却迟迟都生不下来 没有办法 人们只好剖腹 将孩子生了出来 这个孩子 就是大雨 五地时期 地上突然发生了 一场巨大的洪水 人们生活极为困难 当时的天下之主 地遥也没有办法 只好求问属下 谁能治好洪水呢 下属一致推荐滚 地遥认为滚并不合适 可是当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只好把治理天下洪水的任务 交给滚 当时的中原正在闹洪水 姚帝就命令大雨的父亲 滚去平溪水患 滚采用涨水法来治理水灾 但是经历了九年的时间 也没能平溪水患 于是姚帝一怒之下 便将滚除死 滚的故事在中国神话中 也有体现 不过这里的滚 不再是凡人 而是一位充满正义的神 当时天地发下洪水 惩罚人间的百姓 滚不忍心看着百姓受苦 于是悄悄下凡 带领凡间百姓 抵御洪水的危害 为了能够彻底消灭洪水 滚还去天地的宝库中 窃取了西壤 西壤可以随着水势上涨 而变高变大 正当滚要成功的时候 天地发现了滚的作为 派遣祝荣下界 在羽山杀死了滚 并且取回了西壤 滚死后 要有人接替他的职位 继续治理水患 各个部落的首领 就推举滚的儿子 宇来治理洪水 于总结他父亲 治理水灾的经验教训 决定不再使用父亲的方法 而改用疏导为主 水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 利用水的这个特性 大雨疏通了九河 从此 天下之水有了明确的去处 再也不会危害人间百姓 在治水的过程中 雨身先士卒 遇到困难 总是冲在前面 大雨翻山越岭 汤河过川 拿着测量仪器工具 从西向东 一路测度地形的高低 树立标杆 规划水道 他带领治水的民工 走遍各地 根据标杆 逢山开山 欲挖注地 以疏通水道 引洪水入海 雨为了治水 费尽脑筋 不怕劳苦 也不敢休息 他亲自率领老百姓 风餐露宿 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 却不肯回家 整天在泥水里疏通河道 把平地的积水 导入江河 再引入海洋 就这样 经过了十几年的治理 终于成功消除了水患 百姓们 百姓们都可以安居乐业了 因为治洪水有功 人们为表达对雨的感激之情 尊称它为大雨 即伟大的雨 后来 每当顺遇到要紧的事 首先就会想到 邀请大雨来商量 顺帝经常当众表扬 大雨的功绩 大雨总是很谦虚地说 是顺指挥得好 是顺的德行 人正 感动了百姓 百姓们拥戴顺 才会让自己有如此的恭敬 因此顺越来越喜欢大雨 觉得大雨仍厚可靠 值得信赖 顺帝年龄大了以后 把国家的大部分事情 交给大雨处理 就这样 大雨替顺帝管理了 十几年的国家正事 经过这十几年的考验 顺决定让大雨 做自己的接班人 但是大雨多次推辞 不久 顺突然病逝 大雨为了避免 与顺的儿子伤君 发生冲突 就躲到了下地的 一个小城里 大雨一朵就是几年 而在这几年里 天下诸侯都不去朝见商君 而去拜见大雨 大雨认识到了自己的威望 与实力 于是重返故都 成为天下之主 在治水的过程中 大雨走遍天下 对各地的地形 习俗 物产等皆了如指掌 雨重新将天下 规划为九个州 并制定了各州的 购物品种 夏建立后 大雨在阳城东南的屠山 尽早召开诸侯大会 以检讨自己的过失 这次屠山之会 一般被认为是 中国夏王朝建立的 标志性事件 史书记载 与会诸侯于屠山 执欲博者万国 土山大会之后 为表示敬意 各方诸侯常来 扬成献金 及青铜 大雨将各方诸侯 敬献的金 铸造成几个大顶 顶上 住着各州的山川名物 秦亦寿 九顶集中到夏王朝都城 阳城 建议显示 夏王大雨 成了九州之主 天下从此一统 大雨的攻击 不仅是治理了水患 恢复了生产 让人们安居乐业 更重要的是 它结束了 原始社会的部落形态 以文明时代 替代了野蛮时代 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因此 大雨为中华民族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